大家好 这一期打算用旧灯笼来改造一颗花 那就是这一颗牵牛花 我们也叫做喇叭花 那么旧灯笼我觉得它还是挺有造型的 应该种起来挺好看的 把它全部卷到灯笼上面去 就像一个大灯笼一样 应该非常的好看 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改造一下灯笼 把这些布全部给它清理掉 只要里面一个架子就可以了 先把这些给拆掉 我们先用铁丝来固定它原来这个铁架子 如果我们不先固定的话 等一下我们拆这个布出来 那么它就会全部散完 就很难找出它原来的距离 现在已经把它固定好了 里面的这个铁架固定好了 接下来就是把这个布给全部剪掉 大家看这个骨架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继续给它固定一下 上面跟底部 整个灯笼基本都固定完成了 现在它已经松动不了 好了 现在这个灯笼的造型已经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把它 跟这个牵牛花 一起种到花盆里面去 现在底部放入泡沫 作为沥水层 然后给它加入土芽 接下来就是给它加入底肥 这个底肥就是农家肥 这个是羊粪 先把它拿出来先吧 这条牵牛花就可以栽进来了 牵牛花是比较容易成活的 基本一到土就能活 而且它的生长非常的快 开花也非常的漂亮 种好吃后 接下来就是定型这个牵牛花 好了 现在已经基本的把这个牵牛花定型上来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给它正常的养护 等它生长起来 长侧芽多了 那么再做进一步的定型修整 好了 大家觉得用这个旧灯笼来改造成大花球 会不会很好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 我们下一期再见 谢谢